你追上来市场派我发现情欲的手态吗 你今天害我还不够啊 我是看你被老板骂了 想过来安慰你一下 其实怎么这么不领情啊 你安抚不好刘总让我去处理 我揍了我该揍的 结果莫名其妙被老板骂 你所以上司不该站出来帮我解释一句吗 还安慰 你自己相信你有什么好心吗 那刘总对你青睐有加 我是想着 让你体验体验市场不工作的艰辛 别总怪我不让你上手 你看 我天天面对的事情可比今天棘手多了啊 我向谁抱怨过啊 你啊 就平复好心情 去找陆总道个歉 认个错 我 姿态放低点 明白了吗 走啦 走啦 用采洋老花吗 放不清楚谁好像坏人啊 第一次听你说话这么大声啊 对不起啊 李师傅 我刚刚失态了 我被气坏了 来 把这盆盆景啊 送到陆总办公室 有什么误会的话 找他当面说清楚 去吧 谢谢啊 刘总 你能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吗 你是不是觉得让刘总认可你的设计 很了不起 我不识好歹地说了你 打击了你的工作积极性 我觉得如果能帮到公司 自然要积极一点 既然拿了你的工资 我当然得对得起这份工钱 你都说了如果 如果是一种假设 你心里最好清楚 怎么做才能对得起这份工资 尊重老板您的权威 对您说的话百依百顺 捧着您捧着您崇拜您 最好了眼里反的光 都是您帅不可挡的侧颜 凯瑞的人设立得是不错 但我根本不是市长部那块料 能把你看顺眼已经是极限了 你是不是觉得你用这种口气 跟老板说话显得你很特别啊 好的一点没学会 动不动就不满就要去怼老板 我凭什么对没过试用期的 你这么放纵啊 怎么 你还委屈了 我接待刘总让您这么生气 我能想到的唯一就是 你怕我被他挖走 你还真是个鱼目脑袋啊 对 只有凯瑞最要喘谋您的心思 我说一句话你回几句 你要是想不明白 我为什么在刘总面前这么说你 你回去给我好好悟 我让你走了吗 脾气比我还大 我给你安排的工作还没说完 刚下班 节碗可约 听着你又在为今天不能加班感到委屈了 你知道英雄空有一身武功 却只能搬砖的痛苦吗 理解 我今天白班 马上收工 咱们露川去 行 那这些老伙计见呗 还好不是傻不愣的去付刘总的约 没心没肺的家伙 还好不是傻不愣愣愣地去付刘总的约 华董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发现陆岑阳对不染的态度很复杂 怎么讲 他表现出毫不在意不染的样子 但在公司 无论我做什么诬陷不染的事 他都不肯赶他走 还有 他居然要了不染金扇给他的坏杯子 都不肯要我送他一个新杯子 交代你的事 有结果了吗 我竞品上这么久 陆思琪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继续找 好 我扒了一些你的东西过来 您就不怕对门撞进 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他今天应该是不想见到我了 所以没那么快回来 看来老板对不染 已经是很了解了 令人发指的细节空 也不知道以后 谁能胜任嫂子的角色 你在我的熏陶之下 一准很好嫁出去 我嫁人还是等两年好了 起码等一花没有危险 陆思琪不再是你的软肋 放心吧 我会尽快解决的 饿不饿 给你煮碗面 好 合照我给你放衣帽间吧 够隐蔽 你有随时能看见 好 好 面好了 来吧 好 闻着好香啊 老板煮的面 味道永远那么地棒 捧场王 以前你不好好吃饭的时候 我给你煮面 你就会说 这么好吃的面 只能煮给妹妹和爸爸吃 有这么小气的妹妹 爸爸在的时候 我们两个男人 简单做点吃的 看着你吃得津津有味 还夸我们厨艺超群 知道你是捧场 但别听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有多满足了 头又疼了 没事 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你慢点吃 有那么好吃吗 有吃别的 这天有你告诉我 在客户面前的 那我还都把这种脸吗 这只都送我 他这种人我爸很喜欢 跟他结亲呢 去锅退 不然不然把我火口里退 我问你啊 当你听你爸说 你有可能会跟陆岑阳 结亲的时候 你内心有没有一点点的波动 你疯了吧 我给他打工 你都今天手势了 我今天最最不想回的 就是福岳哥 看看他就是阴影 好啊 那你就搬走啊 我房子多 搬过来我这边 再等等 你要的花粉来了 快走一下 快走一下 对不起 不然 走走走 混蛋 现在你去医院处置一下 醒了 喝点水 怎么样了 没事 别担心 马医生说了 头疼不是坏事 是治疗见效的一种反应 刚吃饭的时候 我是感觉想起点什么 但瞇了一会儿 又没了 别勉强自己 该回来的记忆迟早会回来的 马医生说 让你今晚留院观察一晚 没事的话明天早就可以出院了 嗯 你先回去吧 天亮人多严杂 我自己会帮你出院的 好 我去跟马医生说一声 好 去吧 别乱动啊 嗯 谢谢啊 不客气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那帮人是冲我来的 害你这个手挂彩了 我看到民有危险就有条件反射 再来C是一样的 不足挂齿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笑 我真是对你心浮恐怖 我没跟你开玩笑 想想我们在外国第一次偶遇 再到后来 慢慢变成最好的朋友 我们到底认识了多少年啊 是啊 生事怎么想让你去掉了 导演 阿姨 你爸被伊华监惘逼死了 他就是因为无信了他那个所谓的好友 伊明德 我 你会说中文吗 我是中国人 我刚来这儿 想找一份洗碗的工作 你能不能问问你们老板 可以啊 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我们店长 我也没想到 自己后来会被不染的善良打通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您也是这样出手帮我 好汉不提 当年又 手放下来 受伤了都 叔叔 刚才 我看隔壁那桌不是像是不小心 你得罪什么人了 刚才那桌 我说应该是易子贺的手下 易子贺暗算你 是因为我吗 不是 是因为陆岑阳 我之前联合陆岑给泰勒好看 你弟吧 他忌惮陆岑阳的威胁 他明着不敢动我 选择暗算我 我觉得八成应该是这样 你跟陆岑阳什么时候 穿一条裤子 我发誓我可没有啊 当时是真假 泰勒都在中国 我偶然撞见陆岑 揍泰勒还挺勇的 而且他跟我一样 都想让泰勒为过去的行为 付出代价 正好借他之手 可以为你处以过泰勒的恶气 所以我才选择暂时跟他合作 走 你还想包庇他 就因为他是真泰勒吗 我们闯进的是别人的地方 这对你不利 赶紧走 我算是看清你了 人渣的设计就有人渣会用 走啊 我当时以为他赶我走 是为了包庇泰勒 原来他是为了保护我 我当时也想去的 我就是去晚了 易子鹤现在暗算你 那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暗算他 我得去通知他 给他提个醒 你看看你 刚刚还对陆沙阳大发雷霆呢 现在就因为他的滴水值 而你就心软了 你今天受伤了 给他发个短信 良心到位了 不行 问他是没看到的 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我们刚吵过架 在这儿在气团上 不想接电话怎么办 你的手受伤了 明天才能出院 你也想想我这个死党好不好 不要让我老是担心你 躺下 知道了 听你的 我困了 睡了 讨及时的哈欠 你不会是想趁我走了之后 偷偷把拐溜走吧 天色不早了 明天你还要上班 赶紧走 那你答应我了 陆沈阳那边我会去说的 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啊 明天 知道 接你 好 我点了 你会不容易 应该就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我跟大家再去看看 我先早就要吃吃了 因为远够吃了 我可能达了 但是在宜特 我再来吃了 优优者 慢慢来 觉得 好 做 他就拜托给你了 放心 治疗这方面我会盯紧的 但是有一点 这记忆一旦恢复 他以前的痛苦和悲伤 也会随之而来 你能有把握帮他挺过去吗 无论如何 他对他的人生都有知情权 如果找回记忆 他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我一定会跟他一起去面对的 好 我会建立的 马医生 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 没时间照顾他 希望你能帮我多多留心 陆才阳也来看病 我正要找他呢 马医生 我希望多年多谢有你的帮助 虽然过去花了很多时间 我觉得也算是慢慢能看到 果然一子鹤也在暗算陆才阳 难道他是想曝光陆才阳的什么影集 我得帮他遮掩一下 你放心 回去吧 嗯 好 三点钟放心有人偷拍 我帮你缅和他们 配合我 亲爱的 你看看 人家这可是画设计图的手手 哎呀 所以才带你来医院看的嘛 看完我才放心嘛 痛不痛啊 痛 你心不心疼吗 我可心疼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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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你配合得快 顶多也就被报一个陆森阳办公室恋情的料 我一个平平无期随时可能被开除的菜鸟 没有话题点 闹不出水话的 事关你的名声 怎么帮我执闹 你帮我揍了泰勒 这次算我还你人情 你手怎么会受伤 我跟齐寻撸串 有人暗算他 我就帮他挡了一载 受伤的严重吗 我认识医院的主任医生 可以让他帮你看 小伤不打紧 这么晚出现在医院 别是有什么隐积啊 你手中我 我是真的怕你有影机被爆 才站出来帮你忙的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我的 我一进大厅就看见了 然后呢 你 你 你 黑夜的微光 闪烁着 指引我不错是你 跳动着独立的两个心 才接近 好在你配合的快 顶多也就被爆一个 不采洋办公室练进的料理 我一个平平无期随时可能被开除的菜鸟 没有话题 闹不出声话 我 我很确定 是爱情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我们都有着急的新手 我们睡在催眉的天空 我们承受把你们挣住 你到家了 谢谢 谢谢 不然 福利院改建的项目 公司选定了你的 好 好 姐妹儿 你太哭闹了 怎么能擅自回家 今天还要换纱布呢 你别念了 医院的床我睡不着 马上就去换纱布 不然 福利院改建的项目 公司选定了你的 这有个重要的事 怎么偏天我犯困的时候说 陆总 我昨天输了一大袋消炎药 人有点懵 您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没吩咐完 您还是茶道发烧友啊 您收的这个茶 是今年得奖的茶吧 你还懂茶叶呢 瞎学过一点 你挺适合喝点茶的 你要有性子 也总把别人的话听一半的 我回头就喝起来 让自己的性子慢下来 陆总 您要是有什么重要的吩咐 您就说 我保证耐心听完 昨天她睡着了 没问清楚 我问你 昨天你什么时候见到我第一面 在医院大厅 有听到我说什么吗 你说的这个 和重要的事情有关系吗 这取决于你怎么回答 我昨天在医院叫你的时候 是我们见的第一面 你好像和一个 医生在告别 说了 在会什么的 没有别的了 没有 陆总 进来 陆总 工程部设计部已经就位了 等你开会讨论开工事宜 好 你再想想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开完会给你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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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补充的 我 我 买 我 我 你 不 老板 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你家有浓浓的茶香味 怎么 有会客要招待 只是听了老板您的教诲 喝喝茶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来一起喝一杯吗 好啊 随便坐 普洱茶用煮的 你要喝这么浓的吗 我这不是怕困 又错误了什么重要的知识 等一句话等一天哪 倒茶倒挺有模有样的 太浓了 看这毛燥样子 说想把自己性子慢下来 谁信 说话呀 说话呀 我问你什么时候在医院看到我的 但你说你想不起来什么 我得多给你点时间让你好好回忆 你想起什么 决定着我跟你说什么 我都已经如实跟你说了 你要是不相信是你的事 我对你的影迹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男人大半夜的去看医生 无非就是特别丢人的生理毛病 我怎么可能大嘴巴跟外人 说三道四回你形象呢 而且你为什么非得追根究底呢 我真的要是多知道点什么 丢的是你的人 跟你聊天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喝饱了 陆总你最起码把昨天没说完的话说一下 我